第38集 曹操秦王 李觉国四完了 孩子们超级三国 咱们书接前文 我是钱爸 上一集咱们正说到 汉县帝在国舅董城和杨凤他们的保护之下 一路上可以说是历尽艰辛 九死一生 终于抵达了东都洛阳 到了洛阳才发现更惨了 怎么了呢 到处都是董卓当年放火烧皇宫留下的残缘断壁 而且诺大一座洛阳城只有不到500户人家 汉县帝就在洛阳一处刚刚被修缮的小宫殿凑合着落了脚 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 当年又逢蝗灾 蝗虫又肆虐开来 洛阳城里城外基本都断粮了 那么跟随着皇帝来到洛阳的百官们 从上书往下都是很大的官员 都得跟着老百姓到城外的山上去包树皮挖草根吃 孩子们你们就想这些原本养尊处优的朝廷官员 又怎么能受得了这种苦 所以很多大臣连恶带窝囊倒闭在路旁死去了 这个状况真是惨不忍睹 孩子们通过我讲述这几集的故事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 都说皇帝是天子 是不是 九五至尊 叫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就是说这天下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人 这都属于皇帝的 按说皇帝应当是荣耀至极 享尽天下的荣华富贵 对不对 但是你们就看看汉县帝的遭遇 先是做董卓的傀儡 然后是礼爵过司 被抢来抢去 甚至被土匪呼来喝去 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随时都有生命威胁 甚至有很多时候 连最基本的吃和穿戴都不能保证 这就是一个王朝 他处在末期的时候 不但是民不聊生百姓涂炭 一般相伴的还有朝政废持皇权衰落 这就叫乱世 东汉末年 咱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就是典型的乱世 所以孩子们对比这样的乱世 咱们真的应当非常的珍惜 现在的美好生活 你珍惜 你才会看到美好 才能享受其中 也才能真的感受到快乐 是不是呢 行了 几句题外话 咱们继续往下讲 咱们之前说了 虽然汉县帝算是迁都回到了洛阳 也改年号建安元年 但是危机还远没有解除 李觉郭四还虎视眈眈在后面追着 随时都可能打进洛阳城 最关键这洛阳城几乎没有城墙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 外加风吹日晒 原先那些城墙大部分都坍塌了 现修可来不及 所以这时候这太尉扬镖就想起曹操来了 之前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条反剑计 引出这么大乱子 他跟着皇帝一直疲于奔命 自己还差一点让郭四给囚禁了 所以一直没顾得上曹操 现在他赶紧跟汉县帝建议 说陛下 如今李觉郭四还是咱们的心头大患 他们随时可能杀到洛阳城 以国舅和杨将军 韩将军现在的兵力 兵不足以抵抗二贼 先有那曹操曹梦德 占据山东 兵强马壮 而且最关键是他离洛阳不远 陛下正可下一道诏书 让曹操率兵前来勤忙 汉县帝说太尉啊 早该如此啊 想来如果当初直接让曹操带兵 铲除李觉郭四 朕也不至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朕这就下旨去请曹操让他快来吧 汉县帝真急了 扬镳当即接旨 随即令使臣带着赵书 前去山东 请曹操出兵 咱放下朝廷啊 再说曹操 他坐镇山东可就听说了 皇帝已经驾临洛阳了 同时他也知道李觉郭四 兵河一处了 随时兵犯洛阳 曹操召集谋事商议 寻遇可就跟他建议了说 主公啊 如今天子身处危难之中 咱可不能坐视不管 我劝主公马上兴义兵 前去洛阳 护驾秦王 如能击退李觉郭四 保天子平安 稳定朝政 那不光天子感念主公 天下皆知主公大义 百姓诸侯皆会心向主公啊 此时弱不兴兵 为他人抢先 反为不利 就是说咱要是不起兵啊 别人算过这个账来 先于咱们起兵 咱可就失去这个绝佳的机会了 曹操听了深以为然 就是非常同意寻意的说法 马上就决定起兵秦王 哎 巧了孩子们 正这么个时候 这天使官就是朝廷的使臣 带着汉宪帝的圣旨到了 宣兆 让曹操起兵 马上去洛阳秦王 曹操一看这不正合心意吗 现在起兵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这是皇上请我曹操去的 其他诸侯可就没有能跟我比的了 于是曹操马上整顿兵马 亲率大军 即日起兵 咱们再说洛阳城啊 这些日子啊 汉宪帝天天提心吊胆 因为他不知道曹操能不能来 也不知道李觉郭四什么时候会杀来 因此是寝食难安 话说这一天 忽然探马来报 说李觉郭四大军逼近洛阳城了 啊 可把汉宪帝吓坏了 他赶紧召集董城 杨凤寒先商议对策 汉宪帝就问杨凤 可有那曹操起兵的消息传来吗 杨凤摇头 哎 陛下 目前去下旨的人还没回来 不知那曹操 曹梦德起兵没有 哎 汉宪帝长叹一声 这可该如何是好啊 韩先站了出来 陛下莫急 臣愿率本部人马与二贼决一死战 以死报效陛下 还是国舅董城比较稳重 他说道 韩将军不可鲁莽啊 敌众我寡 将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不值得呀 我看不如这样 咱们如今打是打不了 不如还是走吧 带上陛下 咱们直接奔山东投奔曹操去 汉宪帝听了 我才刚到这不久 现在又要跑啊 不过他一想 跑也比让李觉郭四抓了去强啊 起码有些忠心保护自己的大臣 那要再落到李觉郭四手里 自己是小命 说不定就没了 所以汉宪帝抹着眼泪 那也只得如此吧 你们准备准备 随朕起家 这下好 这洛阳城里又折腾开了 汉宪帝坐着马车 后面跟着百官 这百官呢 都没有马了 所以都得步行 跟着在后面跑 你说惨不惨 有董城 杨凤和韩仙保护着 一队人马出了城 往山东的方向就笨了 话说他们正走着 后然间 前面尘头大骑 鼓声震震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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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一只人马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 汉宪帝在车上一看 吓得浑身哆嗦成一个了 他认为是李绝郭四杀来了 信说这下真威 就是我完了 没命了 正在惊慌失措之时 忽见前面一匹马飞奔而来 杨凤认出来了 这不正是派到山东的那个天使官吗 就见那使臣跑到车架的进前 跳下马禀报 报陛下 各位将军 前面那是曹将军的队伍 曹将军接到陛下圣旨 已然在山东起兵了 这是他的先头部队 来的是曹将军手下三员大将 夏侯敦 徐楚和典威将军 汉宪帝一听 这颗提着的心 顿时放肚子里头了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尝出了一口气 此时孩子们 夏侯敦 徐楚和典威率铁甲军就到了 夏侯敦先来面见汉宪帝 十分的恭敬 说我家主公怕皇上有威胁 派我等连夜急行军 带五万铁甲军先行来护驾 有我们在 可报陛下无忧 汉宪帝在一看曹操这些军队 真是人似猛虎叫马赛欢龙 再看这三员大将 一看就有万夫不当之勇 你们想这来的都是谁啊 夏侯敦 典威 徐楚 那都是曹操手下 应当说最厉害的勇将了吧 那么汉宪帝这些日子以来 难得的露出了笑容啊 大大的嘉奖了三人一番 那么正这时候远处又来一支队伍 又是三员大将带头 谁啊 曹洪 离点 越近 带着大批步兵赶到了 曹洪又来见汉宪帝 言说我家主公 怕李绝郭四势大 下侯将军独目难知 特派我等随后赶来支援 我家主公随后就到 汉宪帝一听更高兴了 他大大的称赞了曹操想的周到啊 孩子们话说正在这时 远处又是一阵人海 马丝 一片人马潮水一般哗 向着洛阳城的方向涌来 汉宪帝还以为是曹操来了 更高兴了 他正要派人前去迎接 忽悠探马来报 说李绝郭四先头部队已然杀到 啊 汉宪帝一屁股又坐下了 他心想多悬呢 要不是曹操想的周到安排下 人马急行军赶来相助 现在我恐怕我 我已经被李绝郭四给抓住了 我 不过现在我这身边可有人了 汉宪帝啊 也难得腰杆硬一回 他自己啊 立刻下令 说是让夏侯敦和曹洪 分左右两翼给我迎头 痛击李绝郭四的先头部队 给我狠狠的打 汉宪帝咬着牙 可把他给恨坏了 再说这夏侯敦曹洪 得了皇帝的命令 二话不说 带着部队可就冲上去了 孩子们你们想 这些战将 以及曹操手下的军队 身经百战 战斗力可没得说 而李绝郭四的这支先头部队呢 可都是他们沿路抢的老百姓 逼着这些轻壮老百姓当的兵 那能跟夏侯敦曹洪他们比吗 所以两军相遇 只一个照面就被杀了个落花流水 李绝郭四这支先头部队 顿时四散奔逃 死伤能有一万多人 话说夏侯敦和曹洪获了全胜 引得胜之兵回来见汉宪帝 汉宪帝大喜大大的夸赞夏侯敦他们 夏侯敦呢 还是请皇上先行回到洛阳城 安心的等待 他呢就驻扎在城外布房 话说第二天 曹操可就亲率大军道 安顿好了人马 曹操进城面见皇帝 执君臣大礼 就是对汉宪帝恭敬至极 三跪九寇可以说 孩子们这就看出人和人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虽然说汉宪帝现在也就是个名义上的皇帝 他手下一枚兵二枚将三枚拳 连个像样的皇宫都没有 对吧 所以李绝郭四他们对皇帝就根本不放在眼中 只是把皇帝当成自己的工具 更别说什么执君臣大礼了 见了皇帝三跪九寇那是大礼 没有的事啊 李绝郭四恨不得跟皇帝平起平坐 甚至比皇帝还高一层 那么曹操则不然 他知道汉宪帝虽然没有实力 但那是正统的大汉皇帝 是天下人都认可的皇帝 自己名义上那是大汉的臣子 孩子们你们得知道这个名分这个事 在古代是最最重要的 干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名头 这叫师出有名 不然没有人会信服你 没有人会跟从你 就是你做事情你打着什么旗号 谁让你这么做的 你遵从的是谁的命令 如果你就说我曹操说了算 我天下第一 因为我有实力 对不起 没人跟着你 你要说是皇帝派我这么做的 那我是对皇帝之君臣大礼 我是汉家的臣子 我奉天承运 我来讨伐你 我要你干什么 那么这就叫师出有名 明白了吧 而君臣的这个名分就是古代人最看重的 所以曹操对皇帝还是知君臣大礼 非常的恭敬 这就是曹操聪明的地方 只有你尊重天子 尊重正统 天下的人才会尊重你 才会认可你做的事 至于李爵国寺嘛 那说白了就叫土匪 成不了大事 所以咱们说曹操面见汉县帝 汉县帝呢 又大大夸赞了曹操一通 马上让曹操录尚书室 主持朝政 就是实际上把朝廷大权 就交到了曹操手中 那么曹操呢 再三戏恩 并且让皇帝放心 说陈等定尽心竭力 剿灭李爵国寺等反贼 以报陛下之信任 好了 咱们再说李爵国寺这儿 他们俩已经得知先头部队 被曹军打得大败 所以他们俩只得暂时扎下迎债 居然一起商议对策 李爵国寺呢 仍然把贾许请来问济 李爵就说了 先生啊 如今曹操远道而来 必然疲惫 我想明日便摆开阵势 与曹操决一死战 力求速战速决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咱们前文中说了 这贾许啊 早把这俩人看透了 知道他们不过是 没有远见的鼠辈 所以已经跟他俩叫做 离心离德了 贾许此刻呢 其实也是出于好心 他实话实说 说二位将军 恕我直言 曹操势大 非我等能敌 就是曹操太强大了 你们俩根本不是他对手 所以为今之计 以我之见 不如二位自负双臂 就是你们俩 自己把自己给捆了 前去投降 求曹操在陛下面前求情 请陛下赦免二位的罪过 这方为上策 正让他俩去投降嘛 贾许说的是心理话 他认为投降 求曹操留他们一命 这就是个最好的结果了 那李觉国四能听吗 李觉一听就翻脸了 他双叹叹叹叹就把宝剑拽出来了 好你个贾许 我让你给我出主意 你就让我去投降 我去投降 我用得着你出主意吗 你这是存心不良 想要反叛我二人是不是 看我不宰了你 说着灰宝剑就要砍 郭四和其他几个副将赶紧拦着 说念在贾许先生之前 广有功劳的份上 暂且饶恕他吧 再说咱们跟曹操刚打了一仗 出师不利 这就杀谋士不吉利 算了算了将军 李觉这才作罢 他呵斥了贾许一番 把他赶出了自己的营帐 贾许摇头叹了口气 他一方面恨李觉郭四 一方面他也恨他自己 谁叫他当初瞎了眼 保错了人 于是当夜晚间 他一人一马 悄悄离开大营走了 至于他去了哪 咱们后文中还会提及 孩子们其实以贾许的才能 你们知道吧 如果能保了像曹操这样的人 那么他的才华 能够得到加倍的施展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良辰 责主而是 你得选择 就是不但你自己要有才能 你还得有一双慧眼 你得能看出来 哪些人是值得你去保的 哪些人你保不得 你得会选择 不然就算你再有能耐 可能也发挥不出来 那么咱们放下贾许 单说李觉郭四 他俩当然不服曹操了 所以第二天可就列了全队了 要跟曹操决一死战 那么曹操也马上出城 列队相迎 两军就在洛阳城下对阵 当时李觉派了他俩侄子 一个叫李先 有的孩子可能会记得 就是当时长安之乱 去劫持汉县帝的那个 还一个侄子叫李别 派这俩人挣钱讨战 话说这俩小子 仗着李觉的势力 也是飞扬跋扈惯了 他俩纵马在阵前来回的飞奔 耀武扬威 对着曹操是破口大骂 什么曹操小儿 吃得雄心豹子胆 胆敢领兵挡我家大司马之路 你是活够了 今日小爷就让你好看 孩子们你们听 他俩这一嚣张 曹操可没怎么样 他一点也不生气 这样的人他见多了 越来没能耐的 在阵前叫得越响 曹操不生气 有人可气坏了 谁呀 正是那徐楚许仲康 徐楚一听 什么 这两个狂徒 出言不逊 竟敢辱骂我家主公 我岂能容你们 他也没跟曹操打招呼 轮着大砍刀飞马而出 直奔李仙和李别就来了 那李仙一看对面来人了 是一大汉 手情一把和善板门大刀 他想说两句 阵阵来将 于是他用自己手中大枪 一指徐楚 呆我说来将 你家将军枪下不死那无名之鬼 你先报名再战 他还想让徐楚报个名 让他知道知道来的是谁 徐楚还怎么哪管那些 看看差不多了 横着就是一刀啊 这刀这个利索呀 李仙这话还没说完 你先报个名 就绝对脖子一梁 过去了 得脑袋呢 脑袋飞了 李仙还琢磨着 哎我这脑袋刚才还在那哪儿去了 哦呦飞了 哎呦飞那么远 还掉地上了 得了 那我也不活着了 扑通死尸 载于马甲 后头那李别一看 这这这这就就就就完了啊 就一下 哎呦我的妈 这位太厉害了 他一着急想拨转马头跑 大概这下他使劲太大 这匹马也懵了 突然前蹄子高高跃起 嘻嘻嘻嘻一声爆叫 把李别可就从马上摔下来了 徐楚正好赶到近前 那这一看正好顺手 抬手一刀 人头砍下 然后飞马直回本队 见了曹操把两颗人头往地上一扔 气不长出 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曹操笑着拍了拍徐楚的肩膀 哈哈哈哈 中康 臣虎将也 好好 接着曹操另起一举 顿时 夏侯敦在右 曹仁在左 曹操自己居中 三军一起杀了过去 再说李觉国四 李觉刚才一看自己俩侄子 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加亲戚 这下好全完了 把他给心疼的呀 再说他手下那些士兵 一看就曹操手下这些士兵和这些大将 咱们怎么比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叫货比货得扔 人比人得死 咱们跑吧 哇 这军心就乱了 曹操率领大军这一通的杀呀 李觉国四别看之前挺凶 好像挺能打 分跟谁比 跟曹操一比 那就叫个不够看 顿时全军溃败 兵败如山倒 曹操的士兵各个争先 就连曹操本人都亲自挥动 宝剑冲杀在前 他连斩数人 这场恶仗从白天打到深夜 咱们说这就叫决定性的一战 李觉国四彻底失败 完了 他们俩在当天晚上 带着仅存的一点残兵败将 往西拼命的逃窜 逃哪去了 逃到深山老林里落草危寇 当山贼去了 从此这俩人就算彻底被曹操给消灭了 那么接下来 孩子们 曹操又会做何打算 朝廷中又会发生些什么 咱们下集接着讲 The End